是一種複合式的運動 它結合了 競技啦啦隊 是一種複合式的運動 它結合了 舞蹈 充滿熱情活力 還有娛樂的表演性質 今天就來看看全國冠軍的 人美國小競技啦啦隊 他們到底有 多厲害 GO 台中市人美國小競技啦啦隊 成立於2017年 是全國第一支國小學生 組成的啦啦隊 不僅連續四年 拿下全國國小團體組冠軍 2019年 更前往中國南京參加公開賽 獲得四金二銀的輝煌戰績 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對 怎麼翻那麼快 頭很暈耶 對 好暈哦 好暈哦 好暈 好暈 我完合了嗎 他說完合了 翻很快不會暈 更暈啊 他真的翻很快 好暈哦 好暈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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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朋友 有些是幼稚園 就打下了舞蹈體操基礎 有些則是因為興趣 才加入了啦啦隊 在這裡大家培養出默契和友情 對他們來說 教練就像是朋友一樣 但是只要站上墊子 馬上態度大轉變 謝謝 教練很兇 做錯一些事 然後教練就會開始罵 原本一直很怕翻後手翻 被教練逼 然後就成功了 因為競技啦啦隊 就是一個很 被大家認定為很危險的運動 所以其實在待人美四年 然後我會以安全為主 所以他們的皮 就需要用我的胸來壓制 像學校很多老師都會笑笑的說 他們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說 我要去跟啦啦隊教練講了 全部皮就崩很緊 教練說沒有安全 就沒有競技啦啦隊 訓練時做好確保工作 讓小朋友可以在安全的保護下 完成各樣的動作 不過訓練過程中 也會遇到許多困難的挑戰 剛開始其實我後滾 其實都翻不過去 我就勇敢克服困難 然後咬著牙就翻過去了 我那時候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終於翻過去了 我之前都翻 只會單手和雙手 然後左腳完全沒有 一直會的 然後現在我練到左腳右腳 都可以側翻了 我想要再學更多才藝 當初決定加入啦啦隊以後 然後覺得很喜歡的請舉手 大家都很喜歡耶 手放下 怎麼會 為什麼 好玩 哪裡好玩 很累耶 還好 還好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這都是妳的朋友嗎 全部 全部 妳覺得哪一種翻最厲害 側空翻 側空翻 鄭尤姐姐會側空翻 而且像是之前 那妳翻成功的時候 心情怎麼樣 那妳下次還想翻嗎 熱愛加入啦啦隊 讓他們學習勇敢的接受挑戰 教練魔鬼般的體能訓練 只要中間一個動作沒做好 全部都得重來一遍 難怪他們能做出 這麼順暢的翻騰動作 不過厲害的不只是這樣 接下來教練要教我們的是 技巧 到底什麼是技巧 我們等等會先請示範組 來示範看看 雙骨粒子準備 準備 一 二 打 HIGH V 對 這個動作叫做HIGH V 拉隊上去都要有這個動作 HIGH V V 對 V字型 來 電梯喔 準備一 二 打 好 準備推延伸喔 這個是國小組最難的難度 準備 一 二 打 好 推動 準備一 二 打 好 掌聲 對 這是我們國小組最難的 那香蕉選擇跟蔓越美姐姐 想要看我們教練群的示範嗎 像 上學主的動作 上學主動作耶 吃 打 好 打 好 掌聲 這是在拉拉隊裡面 以空拋難度動作是第三難度 對 前面還有更難 還有更難 對 別開玩笑了 我們只是來看同學們訓練有多辛苦 不過教練要我們親身體驗同學們的感受 有舞到底子的蔓越美姐姐 接下來就看你的囉 然後他現在要教你怎麼做就是 蝸蝸的動作 就是他們剛剛有被丟起來的時候 屁股 喔 下來的時候 好 這樣一下 對 屁股用力 腳打 好 腳打開嗎 會打開嗎 腳翻起來 這樣子 屁股用力 好 這樣子就好嗎 妳看了 這樣要下去 上去掉 好 好 妳要Gradle的時候就是 身體都封著 然後 微微往後躺一點點就好了 好 好 來 準備喔 準備 準備 1 2 2 好 夾V 肚子很好耶 我會騎 好可怕 他練過 有練過 我很怕 來 徹底360 這我扶一下 你們好厲害 我剛剛上來都腳軟了 所以你有打字 我打字 我做得好嗎 好耶 我做得好耶 1 2 3 蹲 3 我們等一下要試試看正稿嗎 剛才半月沒上去了 我們下層也不能吃 1 2 3 蹲 手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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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等一下要試試看 剛剛那個姊姊做的 你會懂嗎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泡出去之後 然後就抱住上手 1 2 3 蹲 1 3 蹲 對 這樣 好 我們要站近一點 然後就可以放下來了 很厲害 我告訴你 上層很厲害 下層技巧真的也是很多 下面的人如果扶得很好 是不是有比較好跳上去 對 還好 還好 現在你覺得上面好玩 還是下面 我覺得 都好玩 親身體驗過後 才知道不容易 在技巧上 不但要有好默契 更要彼此互相信任 才能安全地完成高難度的技巧 不過在練習的過程中 一定是跌跌撞撞 常常受傷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受傷 例如說 當底層的時候被踹 當在啦啦隊裡面 其實也很快樂 因為有很多朋友 然後有時候就會說說笑笑 一剛開始上的時候 會感覺動作很難很辛苦 就想說不要再繼續成長 但是後來的時候有人幫我鼓勵 所以我就會覺得想要繼續 上層我第一次上去的時候 要彎的我不彎 要直的我不直 然後要病的我不病 要開的我不開 如果要可以抖的時候 錢包的底層要很好 快點閃過來 讓它掉下來 讓它的腳不要打到你的頭 所以以前當錢包的時候 一直不知道要閃開 然後結果一直被打到 上層最後就是教練叫我 要彎我就彎 然後如果我不彎 就打自己的腳 我們再經過幾次排練後 就要呈現一個完整的演出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超認真的 等一下要表演了 我好緊張喔 希望等一下可以呈現很好的作品 一、二、三、四 看來教練是完真的 我和蔓越美姐姐 感覺就好像是真的啦啦隊員一樣 為了正式的表演呈現 開始了一連串的排練 在過程中 不但看到了同學們 認真投入的樣子 更看到了他們對這項運動的 熱愛與堅持 我希望一直上啦啦隊 變得很厲害 然後可以常常去比賽 可能國中會繼續練 真的很有趣 然後就很想要再繼續去練 我希望我以後可以得到國手 跟我朋友一起堅持下去 我可以練到六年級 因為我想要自己練到很厲害 想要練到後空、後手 然後還要延伸延伸延伸 然後延伸延伸延伸 還有延伸八個 還要一個人稱的 還要那個咖啡豆的 我們請問一下香蕉哥哥 跟蔓越美姐姐 你們準備好了沒 好囉 準備好了 可是你看我們已經換上這個衣服 早上本來只是想來看一下 啦啦隊的運動精神 沒想到我們也變成其中一員了 真的 而且你看我現在站在跟他們 分不出來 分不到我了 我完全融入他們了 我們要融入你們 請問小朋友們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好 準備好 1 2 3 GO 沒想到經過一整天的訓練 我和蔓越美姐姐 竟然也能融入當中 讓我們明白到 只要真正的團隊合作 彼此信任 每一次登場 都是最完美的演出 同學們 繼續為你們的目標 努力加油吧 2 3 4 4 4 多些 Vi know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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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